眼前金屬材質的辦公桌抽屜 被貫穿許多洞孔 原警察氣一眼就看出不對勁 嫌犯矢口否認 但警方又發現一個不鏽鋼水桶 也是不滿洞孔 嫌犯眼看事蹟敗漏 面對原警的逼問才扶手認罪 坦承全是槍枝試射造成的弹孔 警方隨後在嫌犯住處後院草叢內 找到改造的空氣長槍和槍管 還查獲一批改造工具 犯嫌改造完成的槍械 經有試射 在四樓也發現 它試射的白色鐵桶 當空滿滿的 然後經警方一度在查證 犯嫌才向警方坦承 是有的確有改造試射的槍械的所為 這名31歲流行嫌犯 本來是名水電工 但收入不穩定 交不出車子貸款 才會從網路購買模型槍和金屬材料 在住處頂樓加工改造槍械 販賣魔力 正當的水電工不做 卻改槍販賣給步伐分子 非法盜裂野生動物 危害山林及社區安寧 目前全案依槍炮罪行送辦 不過針對槍支售出的流向 警方也正擴大偵辦 繼續追查 原日經營的大Q 真理報導 謝謝